装这个 桃花屋像一个乌托邦一样 我喜欢人物状态自然一点的 我喜欢死装 那这样呢 来抓啊 太自然了 就是整个环境 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浪漫 充满着浪漫 请给你制造一点泡泡 大家的感情我觉得是 真的在加深 干嘛 你看一个王岐岳的合影 真的很好笑 你俩 死装姐和死装哥 你俩人 姐姐 你看 看姐姐们 哈喽 哈喽 好可爱 你好呀 有的时候朋友吧 不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的 是我们到哪环境里 就遇上了 然后我们就顺利成长了 成为了朋友 好爱桃花屋的生活呀 我可以一直在这里生活 是吧 MVP 带回来的五石头花臂捐给铁路基金 好不算 别别别 他那下真快呀 关键事 快快 他有大会都没看到你这么强的攻击 你是大攻击 还是做肉段吧 老雪呀 哎呀 这是我平时75分的水平 谢谢国宅 哎呀我国宅呀 哎呀我国宅呀 来 这是什么东西 鸡肉碗 东北鸣菜 不是 国宅 你这这骨大鸡那个味儿太香了 那有 反正过程度上有点不对的 对 有点不对的地方 见过 我对你刮不是相看 对不起 太好吃了 这俩开始吃鸡了 这鸡都站不出来了 真的 这个鸡没必要这么骄傲 我一直我吃二十多年了 我也没这么骄傲过 我没跟你说我为什么不吃鸡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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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现在呀 咱俩现在手机丢了呀 就是千万 咱俩 咱俩现在要出什么问题了 先把聊天记录删掉 好吗 能保护一下彼此 一定要删掉聊天记录 手机直接搁这话 还不可以啊 好 好 好 雪芹 你说人哥 他这个脑子是不是跟我的脑子 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了 你我能琢磨痛 他我琢磨不痛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多人一开始接触我的时候 也都觉得我脑子有病 什么病啊 就他们有的时候不太理解我 有点不太理解我的脑回路 嗯 但你也挺确实难理解 脑回路是吗 不是一切 不是你 你先画像鸽子 你到时候火车一转 这个回路一转 你就全部都不能理解 我画鸽子干什么 不是 画鸽在这儿 哈哈哈 我以为你要搞什么玄学 要画个鸽子 然后这样子 死话 他俩的对话 画就在这儿 我没怎么听 没怎么听懂 没听懂 我听懂了 你听懂了 我现在是那个 这个人哥的同船 嗯 那我呢 你不需要同船 你大伙都能懂 对吧 他是普通话不行 需要一个同船 我决定 我现在很认真地剪普通话 我就不相信剪不好 你写的歌多吗 多 哪个歌是你写的 什么 你的哪个歌是你写的 啊 我 呃 出道到现在二十年 写了大概有 一把人手吧 行 我去送 他们说 要想看懂一个人 就先去看看他的文字 我马上去看看你的歌 我写个小说了 什么小说啊 我写了通俗小说 叫啥名啊 就叫通俗小说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来跟他说说 鸟鸟之道 真是 出版了吗 出版了 你里面讲啥呀 讲你的世界 没有 我写了 一个南方的故事 大概就锁定在 广州的氛围 广州的氛围 对 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 因为不能剧透太多 你也知道 你都出版了 你为啥不能剧透太多 我出去透口气 我出去透口气 对 我出去 是不是你每天在树洞里面 听人家说啥 你就写下来 也不能全部写 否则的话 就变成那个 低俗小说 对 打字眼 但是我的通俗小说 一点都不低俗 也不高雅 那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苗苗应该懂我的意思 我觉得咱俩的不同 是我这个人 就是非黑即白 我没有什么 就是灰色地带 你这个人全是灰色地带 跟我们俩的区别 你什么时候去味之屋 今天马上 好的 拜拜 拜拜 天哪 这什么玩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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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报加能很烦烧 那你在很烦热的过程的话 你会采取很多清空的方式 那第一时间就是物质上的清空 就想把那些东西 从世界上你先让它给简单 然后再画上一些 跟你比较生活比较贴近的东西 比如章狼 对吧 不在想在真空的状态 如果飞碟真的飞向太空的话 还能存活的一种昆虫 应该就是章狼 但是我不光画了章狼 我还画了蝴蝶 因为我想参考那个 敦煌的那个壁画不叫飞天吗 那章狼跟蝴蝶也都会飞 飞来飞去 对那个地方我很喜欢 以前我会给摄生机夹个塑料袋 来拍东西 把它弄上去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孤独的感觉 其实那个UFO就是孤独屋嘛 确实会让人产生一种孤独感 就是 你是不是孤独 你在那里都是孤独的 有种这种感觉 但是这一次我们画了那么多蟑螂 有那么多蟑螂培着是吧 过了过了过了 不是 刚刚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没过 这个世界哈 不是 你现在在这呢 现在不是在这吗 不是啊 对啊 但你球在这啊 我是弹到这儿然后出来了 没有 回放一下 掉些空 本节目由含有1.8倍鲜活营养的 经典冷藏鲜牛奶 独家冠名播出 鲜活经典鼎配营养 妹妹 我大妹的 你要吃她吗 甜叶哥哥 不是像啊 啥大大大你心中含有鱼寸之力吗 你要封真哥 你有多少个好妹妹 什么意思 那个好费你啊 我一块都不够 你是要吃啊 它怎么粘不住啊 脑子是个好东西 我希望你能有 你做得很好 人家做的是对的 他伤害到了我 你这个人体结果 艺人 艺的人 对对 是谐音梗 我很想磕东西 磕到了 怎么全是谐音梗啊 谁上个小球 发痛 前面有脏蓝 大点压过去了 完蛋 应该是一个湖南人吧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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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漂亮啊 这是不是有点反腐了 他怎么搞这套啊 我有点看不下去你们呢 真是我来着了 看到这么经典的画面 没有被人发现吧 现在 我从蔡友园里面走过去吧 好 那我把我的礼物拿出来了 哎呀 我要修铁路 我要修铁路 快啊 还有早日起来 跳这个呢 跳铁路 让我又拿着 别跟我说 你呀 你比什么也抗你呀 我两天把你 大家把你 搂着你 喂我 喂我 这就是昨天的我 哎呀 这还是我们的铁路规划部 孟子毅吧 觉得自己又好看了 这谁画的 你看哪个是我画的 哪个是人口画的 你都不知道我什么 看我们当当不买的 我怎么不记得这件事好奇怪 不适宜 一句听不懂 王贤院哪人啊 路面大美肝是什么 左眼带美团 世世美丽的老板娘 有点烫嘴唇 你在猪狼吃话后面 我还想看你的脑门 哎呀太好笑了这个啊 这是我来逃乌最好笑的 如果这辈子时间再短一点 这就是我这辈子 哈哈哈哈最开心的一次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 我是王兴愿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 排球小课堂 首先有我的助理给大家展示一下开球 为什么呢 说更加稳定吗 那还有个定杆呢 是找不准一个假球的位置 他的这个出杆的这个发力和节奏 是有点不对 嗯 你手架再往前放一点 对 然后你的手架可以放松一点 不要太紧张 你还可以再往前送一点 你你打完我看 好球 你要拥有整盘的思路 哦 哦 你只要打到现在这个球的点 这个9号就可以进 哦 那咱俩过来 走走走走看一个 哦 我来看看王兴愿今天会不会有一些进步的 昨天在这一天 我们在刚刚演出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一场 在大小五 这个场景就是很帅 他太能理解这个心态了 真开心到人籃疯啊 没有用上天 好吧 我被他胖造了一个 又举头 I sorry 你就是最佳第六人啊 又回去我给你演一遍 每周五十二点 特别加根 雾名独家专访 刚好天气晴朗 桃花又开放 刚好安静的床 落一束晨光 刚好你的脸上 又温柔荡漾 刚好人海茫茫 我们正向往 我们飞 等到夏天来了 才会有好地方 刚好所有的呼唤 都要回响 刚好每一个夜晚 都有星光 分别后的某一天 再次抬头望 又想起那时 曾经并肩一起唱 刚好所有的呼唤 都有回响 刚好每一个夜晚 都有星光 分别后的某天 上微博 参与五十公里桃花物 话题讨论 分享你的桃花物观后感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